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台灣的GDP 什麼是GDP?簡單來說就是國內生產種子在一定時期內 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中所生產出最終成果的市場價值 分為產品跟老物 而GDP分配面結構構成四大項目 分別為間接稅進額、固定資本消耗、受僱人員報酬、營業盈餘 那營業盈餘包含了租金利息、鼓勵和保留盈餘 背後的受益者是企業大股東 所以我們這次要討論薪水的部分 就是受益人員報酬跟我們剛剛講的營業盈餘之間的比例 那受僱人員報酬代表的就是勞工獲得的報酬總額 也就是你做事做活地、企業工作之後產生的低順跟產出 老闆總統分割多少給你像你一樣的薪水的工作人員 台灣受僱人員報酬的數字 從主計總數第一次開始統計的1996年超過50% GDP裡面有一半以上當作薪資分給員工 而營業盈餘當年的比重則是約31% 換句話說有將近三成的盈餘是給股東和老闆分配的 老闆賺也就是賺這三分之一的錢聽起來蠻合理的 可是台灣最無奈的就是這個可是 經過了十幾年到了2013年GDP裡面分給員工薪水 反而他媽的降低了啊 變成了44.65% 以比例來說整整比1996年少了5.35% 而且更可恨的是 營業盈餘反而增加成33.45% 也就是給老闆的比例 比1996年增加了2.45% 換句話說 員工的薪水比例和老闆的股東分配比例 在這十幾年間整個從員工偏斜到老闆身上 簡單來說你薪水變少不是因為GDP變小 而是因為G8老闆想拿比較多 頭的股東不遇 第二個是 從從來 這個月的顏色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水平的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我們是最大的一家裡